这里就是世界上最高的双手和尸塔 里面宝贝无数价值连城 可以说一件比一件稀有 尤其是那三件世界之最 一惊问世就轰动了全球 永久禁止出国展览 悄悄的告诉你 还有最重要的那一件 镇丝之宝 不是每天都能看到 需要在对的时间才能预见 据说一生钟 只要您能够看上一眼 他都能够幸运一辈子 观众木子 今天带大家去看一看 这些让国人都为之自豪的 无价之宝 一定让您大饱眼福 出发 您看法门寺第一件宝贝 一定看了让您大快人心 没错就是他西藏 注意看他的头上 一共有十二个环 他的全名叫做 迎真身迎金花十二环西藏 一直以来 在日本所收藏的西藏 有两股六个环 他被称为世界西藏之王 直到这个四股十二环的西藏 问世之后 他就正式荣获了西藏之王 这个称呼 黄骨多少呢 代表着等级之分 今天木子在这里呢 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这个西藏呀 可不是由西做出来的 而是金和银做出来的 您仔细看 咱们呢 把镜头放大 看一看 看到没有 黄色部分呢 都是黄金 一共用了二两 白银当时呢 一共用了是58两 加起来总重量是2390克 那么在西游记里面的唐僧呢 使用的是两股九环 真正历史上的唐僧 使用的是两股六环 只有佛祖才能使用四股十二环 世界上呀 您再也找不出 比这个四股十二环 等级还要高的了 那么重点呢 是金和银的融点 它完全不一样 很难想象 在一千多年前的工匠 是怎么做到的 至今呀 都没有变色 咱们不得不佩服 古代的工匠 精湛的技艺 第二件 这是供奉舍利的八出宝涵了 这太精美了吧 上面的人物呢 表情都藏刻的栩栩如生 尤其是这边这两件 咱们过来看一看 这颜色至今呀 都如此鲜艳 红色的是红宝石 绿色的是绿松石 白色的呀 就是珍珠了 它们当时雕刻的如此精美 咱们看看这个工艺 都已经一千多年了 到现在为止呀 依然这么牢固 就算是现在的手工技术 都很难达到这种精美的程度 它呢 是地宫中出土最重要的金银供奉物 唐义宗赐的 那么最外边一层呢 当时是檀香木寒 出土之时呀 已经是残朽了 所以咱们现在呢 只能看到七个 檀香木盒里面 套装着三个银宝寒 两个金宝寒 一个玉石宝寒 和一座丹岩四门纯金的一个塔 那么如此实话的宝寒当中 仅仅存放的是一枚玉石的银骨 主要用它来以假乱真 真的释迦牟尼的佛骨舍利在哪呢 在这边 咱们呀赶紧过来看一看 这个就是五重宝寒了 整体看上去呀 比八重宝寒呢 简单了很多 真正的佛骨舍利呢 就是从五重宝寒的最后一重 杨纸玉的玉冠中取出来的 就是为了混淆视听 当时出土的呀 一共有三枚银骨 一枚真舍利 为什么说您是幸运的呢 因为在唐朝的时期 每三十年地宫呢 才被打开一次 受万人膜拜惊养 连皇上也不例外 第三件宝贝呢 是刘金的同伏图 它是一个同住的佛塔楼阁 这个光果呢 里面当时放的是银骨舍利 光果又放在最上面这个殿鱼当中 他们两个当时呢 又放在这个石塔的里面 看上去这些彩绘呢 一千多年了 都没有褪色 这都是天然宝石的坟墨 就算是再过去一千多年 他们也不会褪色 为什么会如此珍贵呢 首先咱们看一看 这个亭台楼阁上面的人物 来放大一下 咱们看看 指甲盖这么大的东西呢 都能看到无关 尤其呀是塔刹 你看链接处呢 接得如此细致 一千多年了 上面的刘金呀 还能够保持的如此完好 由于呢 做工的太精致了 好的东西呀 他呢又怕折腾 所以呢 永久禁止出国展览 最重要的那件宝贝来了啊 就在我身后 这座宝塔地宫里面被发现的 释迦摩尼 执国舍利 它是我国发现唯一 也是世界上都独一无二的 而且呀 还有文献记载和卑文证实 发现舍利的日子呢 非常特殊 它是在1987年5月5日 巧合的是呢 这一天正好是农历的 4月初八 释迦摩尼 2552岁的诞辰日 这一天那是轰动了全国 震惊了世界 奇怪的是 舍利内侧呢 放大之后呀 可以清晰的看到 里面呢 正好有七个点 天然形成了一个 北斗七星的形状 它的珍贵 可想而知 这个呀 可比慈禧老佛爷 那个叶明珠 都要珍贵的多 它呢 就安放在 那座世界上最高的 双手和尸塔的地宫下面 这条佛光大道 和双手和尸塔的高度呢 它们的数字呀 都暗藏玄机 首先 您看佛光大道 长是1230米 一代表这里 供奉着 世界上唯一 释迦摩尼的植骨舍利 二代表法门寺呢 最早有一座老塔 在地宫里 发现的宝贝数量 在陕西省所有的博物馆里边呢 都能排在第一 为了更好的保护 又修架了一座塔 一共呢 就两座了 三则代表 佛法僧三宝的设计规划 零则代表 万物万事结空 双手和尸塔呢 高是148米 什么概念呢 木子呀 给大家在这里 做个测试 有没有发现呢 我站在这里 跟一只蚂蚁一样 这一呀 代表塔里面 有一枚佛骨舍利 释迦摩尼的诞辰日呢 是农率的四月初八 所以呢 对应了后面的四根八 据说呢 它里面安保系统呀 做的那是一绝 不拿钥匙 世界上载牛的开锁公司 它都打不开 因为呢 地宫深度是20多米 一共呢 有四把钥匙 分别由四个重要的部门 分别来保管 只有四把钥匙 同时插入之后呢 才能启动开关 装手里的宝塔 才会慢慢慢慢的升起来 供人们去瞻仰 那么这个保安系统呀 是不是堪比地下金库了 您是不是跟木子一样 很是期待 咱们呀 现在呢 赶紧到里面去看一看 走了 咱们进来之后呀 您看中间这个位置 就是宝塔舍利 升上的地方了 一会儿呢 它从这里缓缓升起来 我们呢 等待的时候呀 告诉大家一个 特别重要的消息 只有重大的节日 或者初一 十五 跟周六日上午的十点 才会打开地宫 佛姑舍利 才会在宝塔里面 从地宫缓缓升上来 供人们瞻仰 四点准时呢 再降下去保存 快看 终于升上来了 愿看到此视频的您 平安吉祥 此时此刻 大家可以把平安吉祥 打在评论区 您见过可以谈恋爱的寺院吗 在我身后 就是全国唯一一个 可以谈恋爱的寺院 正所谓 天下寺庙不谈情 唯有普救度情观 那么这个寺院 它为什么可以谈恋爱呢 首先咱们看看这个 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真不敢相信 这种爱情祝福呢 居然会出现在 一座寺院的门口 原来这里呀 就是西香记 爱情故事的发源地 很多人呢 都听说过西香记 但是 真实的西香记 到底什么样子呢 您却不知道 关注木子 今天带你们 走进这座寺院 去了解真相 出发 哇 这也太陡了吧 据说这里有108个台阶 前段是54个 相对来说呢 比较陡 就像谈恋爱的时候一样 激情澎湃 后半段54个 就比较平坦了 好比现在夫妻结婚之后呀 平淡无奇 登上这108级台阶 代表走过108种烦恼 从此以后 你的人生皆是坦途 那么为什么 这座寺院 他可以谈恋爱呢 就是当年啊 张生赴京赶考的途中 突降大雨 就到普救寺来避雨 碰巧呢 在寺庙里看到了 扶送父亲 灵鹫回乡时 这留在寺庙里面的 崔莺莺 两个人呀 是一见钟情 那么当时张生呢 就住在这个房间里面 这个地方叫西轩 这位呢 他就是张生了 还是一位大帅哥 身旁那个呀 是他的书童 这里呢 就是当年张生 所住之地 这里呢 就是当年 崔莺莺莺生活的西乡房 所以西乡记名字的由来呀 跟这个房间有好大关系 那么崔莺莺 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呢 咱们过来看一看 这位呀 是崔莺莺的丫鬟 丫鬟长这么漂亮 主人呀 应该更漂亮 那个穿白色衣服的 就是崔莺莺 他不仅漂亮 而且呢 还是个才女 因为当年 崔莺莺啊 跟张生两个人呢 经常偷偷的优惠 就是这位红娘 在中间 为他们传递书信 所以我们现在 把牵线搭桥的媒人 称为红娘 由于崔莺莺长得又漂亮 所以说 在方圆的几十里外呢 土匪呢 都惦记他的美貌 于是呀 都想把他娶回家 结果呢 有个土匪头子 势力特别大 就带了一大帮人 把整个寺庙 全部包了起来 说不把崔莺莺交出来 就要火烧普救寺 无奈之下 崔莺莺的母亲就说了 谁能够击土匪呢 我就把女儿嫁给他 张生呀 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好友 让好友呢 带人来帮忙 后来好友来了之后 把土匪击退了 结果 崔莺莺的母亲 却不认账了 不想把女儿呀 取配给张生 所以呢 就摆了一桌鸿门宴 让他们以兄妹相称 被棒打鸣鸣之后的张生呢 思念崔莺莺莺 每天都在弹着那首 凤求皇 表达他的爱意 而崔莺莺则每天呀 以泪洗面 表达对张生的思念 后来写下了这首约会诗 戴月西乡下 迎风虎半开 扶墙花影洞 仪式与人来 意思就是崔莺莺想告诉张生 等到晚上月亮 完全照到西乡院的时候呢 你看到我的门呀 是半开半眼的 你就知道 我今天晚上要跟你约会 如果门是关着的 那你呢 只能翻墙进来了 我要是听见你往下跳 咚的一声 我就知道你来了 据说这棵树呢 就是当年张生爬墙的位置 成绩之下呀 你看他 把瓦呀 都踩掉了几片 他特别神奇长的 就像一个阶梯一样 靠墙生长 这可能就是 所谓的天作之河吧 后来张生考取了功名 于是和崔莺莺 在他的书斋里面 结为了夫妻 大家进来看一下 这里边呢 是他们当年结婚的地方 看上去也还特别喜庆 这座塔呢 本身叫做舍利塔 也被称之为 中国的回音之首 堪称一绝 也是世界六大奇塔之一 后来人们为了 纪念崔莺莺 跟张生的爱情故事 所以俗称莺莺塔 重点来了 它的奇怪之处呀 就是像青蛙一样会发出 呱呱的叫声 当地人说 是张生跟崔莺莺两个人 谈听树爱时的甜言蜜语 据说只有有缘人 才能听出其中的寓意 咱们呢 去看一看 走吧 当我们敲击 这块石头的时候 大家听一下 有没有听到蛙鸣之声呢 其实好多人呀 以为我身后 这两只青蛙发出来的 其实不是 是我身后呀 这个塔尖发出来的 那么如果您连续敲击的话 它会有什么声音呢 他像不像在诉说着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木子在这里呀 祝福天下 所有的有情人都能够终成眷属 关注木子 每天为您分享更多的知识